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住了三十多年 上集说到我们相识经过 相认经过 今集说一些重要的事情 上集有提过88年开始找到贸易公司 那时候找工作做是很不错 其实早期来台湾真的很正 怎样正呢? 当然多人来到 30年前来的就是没有那么繁名 有点感受到了中国大陆 但是好一点 感觉不是很好 但是人的相处是比较温顺的 台湾人 还有我们那时候香港人是很吃香的 真的很吃香 去到哪里都受欢迎的 我也吃到这个水味 而且那时候工作是很好做的 你只要肯做 绝对有很大发展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人帮香港人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 香港人是很压力感的 地方很小 而且我们很竞争 因为人很多 所以我们什么都要快 你慢一点也不行 慢一点也被人骂 说话说重点 说多两句也被人骂 但是来到那里 我们就变成优质 因为我反应快 动作快 说话说重点 那时候我还没有創业 我只是打工而已 但是打工已经很容易被老闆上识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人那时候动作 现在是快了 动作走街快了 但是以前是很慢的 记不记得 慢动作是什么事 这条慢你的 做事咪咪摩摩的 慢活 慢活 但是我们快手快脚 看不过眼 平常拍摄 就搞定了 那老闆都不喜欢那种人 当然喜欢的 那自然就 有位当然给你上去 不然怎么会 做了没几个 就调我去高雄成立分公司 什么都不识行句句 就去帮公司成立分公司 就是这样 那时候我觉得 其实香港人在台湾发展空间 很大的 很多朋友是很赚钱的 应该是做餐饮业 做珠宝 其实都很发的 很多人都很成功 很成功 我有个partner叫老温 也很成功 是的 我有个朋友 他做博老的 叫做打珠宝 博老做又不是很聪明的 在香港 手工一般般 但是他走过来之后 做销事 卖钻石 很麻烦 很麻烦 台湾买房 香港买房 大陆买房 买房 其实你也很成功 先不要说这一刻 再继续说 找了一份公司做 去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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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大楼 通常这些都是 但是调去高雄 公司发展 又有一个故事 也是很好笑的 因为我进了公司 没多久 就被老闆看中了 其实外面很多公司的严慕 帮我们某些公司来往 知道我被调派去高雄 做成立分公司 眼红很不信 他知道吗 在老闆面前 说话不说话 梁先生 你调一下 Tom去高雄成立分公司 Tom 我说国语不好 因为那时候很扭嘴 大家都很扭嘴 然后说 你懂台语吗 我不懂 那怎么做 南部不讲台语 你找死吧 那老闆不出声 我就说 书人书阵 欺负我香港人 怎么搞错 当然还拖 没什么 老闆看得起我 信我 盡力而为 死残 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他拗住 太拗住 过去之后 本来 中南部 以前是用出差的 主任出差去的 当然升职了 升了主任 就出差去的 中南部的业绩 大约十几十五到三十万左右 最高 去不到一年 破百万 破百万 走回来台北 那死人仔 台湾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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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间公司 没过来 哇 嚇唤他们 很诧异 哇 阿汤 你怎么做的 哇 南部不 不懂台语不行 我对呀 不懂台语不行 那是你 哇 为什么 我真的看见这些客户 有一些 因为我是做贸易的 做贸易 我们卖百货的 那些百货公司 医药局 这些精品店 都是我的客户 我真的看见一个台湾 台湾跑进去 不懂台语 真的说出门口 三十年前 那老一代 是说台语的 南部很重视 说台语 不懂台语 是看不起的 那我就说出门口 我就跟老师说 喂 要不需要说 找饭吃 那不帮他买 就算了 说他出门口 那谁叫他不懂台语 哇 我也不懂台语 他说 你怎样 你是香港人 外地人 我是特别照顾 回到台语 我说 你不懂台语 不行 我不懂台语 因为我香港人 外地人 南部人 是港人前味 无认真 是假的 反正他很重感情 那便特别照顾 那便业绩 业绩 就是这样的故事 那说起 你现在台语行不行 台语 我台语 不听就七成 说就说几句 好像有一次 在台北坐的士 那个司机一直说台语 业绩 说一块我就听不明白 我说 不好意思 公国义 麦公大义 我叫我 然后他撞到 哇 人正突出一刻 他说 你只是想做什么 我只是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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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你不懂台语 他说 他说 我只懂台语 我说 我只懂这句 因为高雄乘的士 每个人都讲台语 我不懂听 我怎么砌都砌一句 共国义 麦公大义 我说 我不懂听麻烦的 说国语 因为他才说国语 大概知道你做贸易的 都挺成功 但是上一集我说 有客串过 玩的士的 那时候是什么时间做的 那时候是1988年 就是刚刚来的 刚刚来的 刚刚来就开的士了 你这路是熟的 不是 就是先去考的士牌 是 背下路 那我一早就考了私家车牌 那很多朋友在香港过来玩的 带他去驾车 到处去玩的 那练了手态 是 那见那些朋友 读大学 那是part time 扎的士干 那时候我没有工作 是 那我去做 找收入 找世纪 那融入这个社会 其实我觉得 我们香港人 有台湾 真是 将香港的 部分的 生活文化放低 因为真的要融入台湾 忘记了它 你不可以只有一帮香港朋友 我什么时候很体会 不可以只有一帮香港朋友 要有台湾朋友 就是在高雄的时候 高雄的时候 高雄的时候 高雄最多就是 是少林 嗯 接着就是博老 打金 是 超级小圈子 跟他走在一起 又说是非 听到你烦 知道吗 即是你 你新移民 你来到的地方 你已经很多东西要适应 其实你是不适合 听太负面的东西 你要正面一点 虽然是笨蛋 但是正面是对我们好的 还有要鼓励自己 融入台湾社会 当然 你说台湾人好吗 香港人好吗 又好又不好 有好又不好 结拉登就很好 多谢 他叫你们大家 过来移民手法 我跟朋友说 我有一个朋友说 最近移民 在香港过来 还未移民 已经成立了公司 我说 我介绍一下结拉登 他的东西真的很好 他说 结拉登有没有搞错 我说结拉登有什么不好 我说 结拉登叫你们 说你们今天的法例 越锁越锁越锁 就是你们个个都不守法 个个都不守法 你以为台湾人是傻的吗 一般是傻的吗 接着 又双叉去 哦 没有很多坏话 正常 双叉去 我真的 其实我觉得 真的 你要融入这个社会 而且你要知道他们 重视什么 不重视什么 什么的法 要守 不单止自己做得好 不会有问题 其他后面 移民过来的朋友 都方便 政府 不会捉得那么紧 很多东西 这件事 我们 庭内话 庭内话 突然说起 替他没有不平 在Fan面战 不要紧了 因为我习惯了 整天都被人罵了 所以我就不敢做网红 不敢搞 我常常被人罵 那时候 不要紧了 今天来主港 不要说那些 所以就 那时候就是駕駛的士 融入 去了解社会 的士就是在台湾人 聊聊天 融入这个社会 哦 开始有做过的士 做卖公司 什么时候开始创业 在高雄的时候 我女儿 一岁跟着我来 从台北到高雄 到那时 刚刚高中毕业 要大学 考上台北大学 三合那边 那时刚刚 香港 有一家 牙科公司 大陆和香港都很出名 他代理就是 德国 就是欧美进口的牙科材料 和设备 他想成立 在台湾成立分公司 通过朋友 找到我 都接合了一整年 因为我是做百科的 我不是做牙科的 你知道牙科 牙材 牙科的设备 是比较专业一点的 我都 我怕 帮不了他 接合了一整年 后来觉得OK 就是找个帮手 那 就跑回 走回台北 走回台北 成立 香港的牙科的子公司 进入了一个行业 哦 那就开始了 就是这方面 是 开始了 但是早期是很辛苦的 因为你 不是这个行业 可以说 隔行与隔山 不要说隔行与隔山 一个 佳藝堡的洗法证 和一个老华王的洗法证 你懂得买佳藝堡的洗法证 不代表懂得买老华王的洗法证 真的 两个都是洗法证 你卖不到就卖不到的 因为我做百科 我知道 他见很多业务 同事 同行 所以 隔足牙科 可以吗 他有信心 觉得 我有业务经验 那就可以了 你也有信心 全力以赴 当然 就是自己要 很多面料 以及不停地上课 OK 今集谈到这么久了 还有些小小 比如先做一些创业故事 没说完 当然做一些台湾生活 下一集再谈 好 下一集再跟华哥再谈 拜拜 拜拜